那麼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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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聲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慈 我今見聞得受慈 願解如來真實意 各位法師各位聖誕大家阿彌陀佛 繼續來講 好 我們先 我們講到這個無智亦無德 好 那先來解釋這個智跟德 如果依大智論的解釋 這個智是無漏八字 智論 我看智論卷記 他們後面寫進去 如果依大智論的解釋 智 無智亦無德的這個智 是指無漏八字 這個德 是德虛托凡乃至佛道 德虛托凡果 虛托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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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罕 阿羅漢 辟知佛 佛 如果一波勒金 他是這樣 德虛托凡果 乃至佛道 就是他所得的果 所以這個是智 是能得聖果的智慧 這個是得 是智慧所得的聖果 那就是智慧所得的境界 那這個一般來講 就是四川八倍 虛托凡乡相 虛托凡果 那簡單講 虛托凡 虛托凡 阿拉罕 然後辟知佛 佛 所以乃至佛道 好 那這個我們必須要說到 這裡講到無智亦無德 前面都是五的嘛 好 那麼 不是有智有德嗎 那這個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我們先了解這個智跟德的內涵 那 我們知道 波勒金所以出現在之間 跟佛派有很大的關係 跟佛派說一切有很大的關係 那麼 把佛派做總整理的 那個就是聚舍論 那聚舍論在講到這個智 這個上次我們說的時候 我稍微 下課之前我稍微講一下 這個智它基本上 分之有肉智跟無肉智 那一般來講 這裡說的是無肉八智 那無肉八智 聲文裡面 部派裡面有所謂的八人八智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有所謂的八人八智 那 就是我們把佛派有關智慧的東西 做一個總整理 基本上是十智 十種智慧 就是我們先來這樣分 就是有肉智跟無肉智 那麼有肉智裡面 主要它就是我們說的 文師修 文所成為 師所成為 修所成為 文師 一般我們叫做文所成 師所成 修所成 那麼這個就是正 然後加起來就是文師修正 這個是正所成 那麼這個是我們 所謂的智慧的修行設定 它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麼這個無肉智裡面 基本上有所謂的八種 八類的智慧 八類的智慧 這個八智跟這個 八人八智的八智不一樣 那麼 我們這樣寫好 這個無肉智 無肉智 無肉智就是文師修 文所成 師所成 修所成 這個是正所成 那麼 無肉智 它基本上 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 它叫做苦之吉之滅之 就是苦其滅盜之 我們說過這個是經過整理的 四七菩薩整理部派的 特別是所有的有部的 那麼各個部派對佛法的這種分類 明相的解釋 老實講有一些不太一樣 那我們現在學的都是被歸納整理過的 其實是這樣 就好像 比如說三界 那麼玉界 無色界是一樣的 色界到底有幾天 各個部派所有的不一樣 到底有沒有中陰身 到底有沒有未到地定 這個煩惱到底有多少 心所到底有幾個 心法到底有幾個 心所跟心到底是一還是一 好像這種問題非常多 就是佛滅後 有關佛法的問題 不斷不斷的延伸出來 那麼從問題中 再延伸問題 就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多到非常的複雜 所以後來四千菩薩把它做總整理 就給它第一個規範 有一點比如說翻譯 這個到底要怎麼翻 有人這樣翻 有人那樣翻 到最後有做一個總整理 以後就這樣翻 類似像這樣 要不然會很亂 所以記者論叫做聰明論 所以有時候變成 你不曉得這個部派的意 或是這個部派裡面 到底是以什麼為主 那麼後來的人 基本上學大聖都要玄學部派就是這樣 記者密教也是一樣 那麼就是 記者變成是比較重要的 那主要是因為他整理部派的教義 那部派在當時就是 分析解釋 歸納整理 佛陀所說的 阿安君所說的 大家研究 可是到底答案是什麼 這個就沒有答案 很多是沒有答案的 就變成各說各的 所以就變成很複雜 那麼我們現在舉的基本上 就是以至據者論為主的 好 那麼 苦吉涅道之 還有所謂的法治 類治 禁治 無聲治 那麼這個有的是阿安君裡面有的名相 有的基本上 就不一定 像這個法治類治 無聲治 像這個禁治無聲治 基本上是阿安君裡面有的 好 那 這個苦吉滅道 就是正式地的智慧 那這個法治 類治 法治跟類治 主要是這兩個 一般像這裡的八人八治 這個是我們說 這個是部派的概念 他認為 比如說說以去有部 他認為要解脫 那麼要經過 就是從返道勝 要經過十六星 十六個次地 那麼十六個次地裡面 三界 分上界跟下界 那麼有所謂的 舉個例來講 他是這樣的 他是 我們叫做見道十六星 他是 比如說苦 我們先講這個法治 這個法治就是 下界 斷下界煩惱的智慧 那煩惱部派 主要就是五立史跟五頓史 那 一般我們叫做 就是十種根本 我們叫見獲施獲 那麼 立就是比較容易斷的 頓就是比較難斷的 就是 因為很多人沒有這些觀念 因為我們一般人 如果學佛沒有讀佛學院 或是沒有讀 就是你讀佛學院 才會讀到這些部派的書 像一般我們來參加拜禅的 念佛的 來共修的 通常知道的經典就是 地藏經 補門品 金剛經 藥師經 大概這樣就很厲害了 再進一步 華元經 法華經 就只是這樣而已 那 其他像這些不派的觀念 基本上是沒有 我們沒有概念的 那 你也不管那麼多 我只要好好念佛就好 我只要好好誦經就好 好好拜禅就好 通常都是這樣 那 所以 這樣也因為 這種 這種方式比較不一樣 這種就比較偏信 那麼 我有煩惱怎麼辦 我有煩惱 我就好好誦經拜佛拜禅 那麼 佛菩薩會幫我解決 透過我的虔誠 專注 祈求 他 冥冥中會有力量消除我的煩惱 通常我們都是這樣子的 但是 另外有一種人 比較是法型人的 比如說 或是他比較重 智慧思維的 但是這一類的後來 偏向學術迷向 越講越深奧 就離人間越來越遠了 這是我們現在的狀況 要不講得 大家都聽不懂 要不是 大家就 不用懂那麼多 就好好做 做久了自然會懂 這個就是兩邊 我只要好好念佛 念久 自得心開 念經念久了 自然就會通 不是 不是這樣子的 他會就是文師修嘛 那自得心開這個是正 你沒有見過文師修 尤其是特別這個 那一般我們誦經的人 念佛的人 通常都總共在文而已 誦經就是 甚至還沒有 他只是聲音這樣誦而已 他只是專注 所以 有時候就不容易解決問題 那麼有一類的人就是一直在分析 分析到 本來沒問題的也變成有問題 所以就名相越來越多 越來越繁複 那這個也是一種問題 這個就變成兩邊 就做學術的 或者是 完全依靠信仰的 那我們現在不是 我們現在就是 我們利用學術 然後 然後再 培養我們的宗教情操 然後 讓我們的信仰深入 但信仰真正深入 必須你 理解 你才能深入 心靜為信嗎 好 那所以 要先了解 到底佛法都在說什麼 我們上一次不是講苦極滅道嗎 問題就要去追究問題的原因 現象要去理解現象背後的原理 那麼這個是很重要的 每一個現象 你都要了解 這個現象 之所以現前是這樣子 背後有一套理責 痛苦也是一種現象 煩惱也是一種現象 它之所以形成 一定有它的原因 我們必須去追根究定 那麼去瞭解 為什麼是這樣 瞭解這個要做什麼 才能夠加以解決 就好像生病了 那麼你要了解 病到底是因為 這個病有很多種 那種種的病 有可能是因為環境影響的 有可能是會飲食影響的 有可能是因為病毒影響的 有可能只是心理自己影響的 新造成的 反正種種的原因 你先去理解這個東西 如果你理解錯了 那麼因錯 你去解決它的這個方法 就會跟著錯 比如說它是病毒影響的 你卻一直以為是上天懲罰你 你一直去祈禱上天 祈禱上天 不可能解決消滅這個病毒 所以要從因上去解決 那佛面後很多都在理解佛說的法 那麼分析到非常的細 所以西方人就把它叫做繁琐哲學 非常繁琐 那很多如果你不是 不是常常在讀書的 或是讀書能力沒那麼好的 看了都會煩 就變成這樣了 但是我們現在試著 至少理解 我們不理解很深 但至少理解它的這一些概念 或是它是怎麼解決問題的 那我們說這個法治 法治是斷下界煩惱的智慧 斷下界煩惱的智慧 斷下界煩惱 下界就是欲界 斷下界煩惱的智慧 類智就是斷上界 上界就是色界無色界 那就三界而已 三界煩惱斷經就解脫了 這是斷上界煩惱的智慧 叫做類智 靜智就是斷進三界 欲漏有漏無明漏 斷進一切煩惱的智慧 那麼無聲智就是斷進一切煩惱 贈得無聲的智慧 這基本上是所謂的 它有八種 但是無漏還有一種 如果一句則論來講 但是這一種是通有漏無漏 還有一種 它也通有漏也通無漏 叫做無聲智 不是 叫做他心智 因為他心通是通有漏無漏的 所以這種是無漏 這種文師修這種是有漏 那有漏智就一個 那無漏智就八個 那他心智是通有漏無漏 所以無漏就變成有九個 那這個也有 這個是通有漏無漏 現在我們是依據則論的說法 通有漏無漏 那大概這個是 我們說過還有很多種說法 關於所謂的智慧 到底什麼是智慧 叫做到底什麼是般若 那般若經 比如經看經裡面講的 文字般若 觀照般若 那麼實相般若 它就分三個 所以它有很多種不同的分法 那一般我們說文師修正 從文師修路山摩地 那麼文師修正 那麼這個它也是一種 那不派整理所有的智慧 它基本上 它就是把 所以變成一般我們說的十字 十字 智慧大概就是十個 十個就是 苦字 疾字 滅字 道字 知苦斷疾正滅修道 那麼法字 類字 禁字 無聲字 那法字是斷欲界煩惱的智慧 類字是斷色無色界煩惱的智慧 那麼禁字是斷進一切煩惱的智慧 無聲字是正德無聲 正德涅槃的智慧 我們叫做涅槃字 那麼 比如說阿暗經裡面 它兩種智慧 法柱字、涅槃字 所以智慧其實 就是你要整個把它收集 歸納起來 其實有很多種說法 但是基本上這個是 巨蛇人歸納過的 那麼我們說煩惱 我們大概講一下 就是我們先有一些概念 煩惱基本上 部派裡面 其實煩惱到底有多少 其實每個部派講的也不太一樣 就好像心心所到底有多少 那我們現在大部分都是以 巨蛇人為主 像波勒金也是一樣 針對 像龍術也是一樣 針對做一切有不得 然後來做評判 那後來到大聖為師的時候 他又有不同的說法 但是還是在巨蛇人的架構上 就變成白法 那記者論就是七屬無法 我們就是分五類 那南傳的話 基本上就做四類而已 就是他沒有心不相應刑法 這一類 沒有 那他是瑟阿比達姆議論裡面的 那瑟阿比達姆議論是 阿妞羅陀就是他更後期的 大概十世紀十一世紀的吧 大概更後期的人做的 但是他沒有心不相應刑法 基本上就是五類 把世間一切的現象 一切法就是一切現象 色法 心法 心手法 心不相應刑法 跟無為法 那通常就是有為跟無為 或是有肉跟無肉 這個上次我們也有講過 有為無為 有肉無肉 那佛法就是從反到甚 就是從有為到無為 從有肉到無肉 那無肉裡面又分 就是完全不完全 就是有學到無學 出國 二國 三國 四國 所以我們說修行的層次基本上就是這樣 從有為到無為 從有肉到無肉 從有學到無學 最主要就是從有我到無我 通常這個就是最主要的 那我們來看 我們大概先講 因為這一些觀念有一些人都沒有 但是你稍微聽一下 有一個概念 那以後你忽然間 業障消除了 或是智慧增長了 你再去想到 慢慢慢慢就能夠匯通出來 那佛法裡面 主要的是煩惱論 因為有煩惱才有業 有業才有苦 有苦才有輪迴 它基本上就是這樣的 你怎麼樣對峙煩惱 所以佛有講 什麼叫做說法 說了能夠對峙你煩惱的 那個就是煩 這個就是這樣 它主要在對峙你的煩惱 那你要明白 第一個 什麼是煩惱 第二個 我有什麼煩惱 然後接著明白 我這個煩惱是什麼造成的 就因嘛 苦因嘛 那我要用什麼方法 就到嘛 可以滅除 那修到怎麼樣 才真的是把煩惱斷進了 你以為斷進其實沒有 你以為我已經沒有成千了 其實沒有 還沒有 那你就不會得少為主 或是根本沒有斷 你以為斷 那麼你就不會有這種線 但是你還要明白 那到底怎麼樣才真的是 這個問題是徹底解決的 這個煩惱是徹底斷見的 那這些都是我們要學習的 其實我一直覺得佛法最重要的 教我們怎麼樣正確的思考 我們叫做如理思維 就是說你要怎麼樣正確的思考 是很重要的 而不是你聽了很多經 或是懂得很多道理 就是你要怎麼樣去思考 你思考的方向不對 你接下來很多都不會對 就是你聞是一善之士 從佛那邊聞的 那一定是正確的 那如果我們現在不一定是從佛那裡聞 都說是佛說的 但真的是佛說的嗎 這還不一定 所以你變成 以前從佛那邊聞的 所以佛講的一定是正確的 所以只要好好思考佛說的就好了 現在不是 現在都說是佛說的 但大多數不是佛說的 那麼不是佛說的 也不是很大的問題 是一個問題 但佛法不一定是佛說的 智論說有五種人說嗎 佛 佛弟子 佛跟佛弟子 然後仙人 然後化人 然後還有佛跟佛弟子 天人 天人 佛跟佛弟子 比如說舍利我目見人 然後天人說的 天人下來聽佛說法 天人說的 然後仙人 仙人跟化人 那麼這一些說的法 他從佛那邊聽聞來的 他說出來 那麼也是 是他得到的 但是 現在因為佛法比較混亂一點 都說是佛說的 但到底是不是佛說的 到底合不合法 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你說一開始 你就要知道什麼是佛法 什麼不是佛法 我告訴你沒辦法 怎樣才知道呢 就是要透過如理思維 所以如理思維 在佛的時代就很重要了 但是在這個時代 已經見不到佛 又不知道什麼是佛法的時代 如理思維就更重要了 你沒有透過如理思維 你不能分辨這個是佛法 不是佛法 這個是佛法裡面的方便說 還是究竟說 是了意是不了意 是對治西坦 是第一西坦 是世間西坦 是為人西坦 你不知道 那麼因為你不知道的話 你就很難解決問題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們說 煩惱裡面基本上 它就是死死 所以都是十個就很方便記 那一般據守論裡面把它分成 五立死五頓死 如果讀過佛學院的 基本上都很熟悉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稍微理解一下 五立死 五立跟五頓 那麼這個立跟頓 主要就是立就是容易的 立所容易斷的 頓就是比較難斷的 那立基本上就是 見惑這一邊分 這一部分的 主要是見惑 頓主要是私惑這一邊的 主要 那麼如果佛法來分 阿罕經裡面 煩惱兩種 一種叫做見煩惱 一種叫做愛煩惱 見煩惱跟愛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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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五立基本上叫做 身邊斜見近 身見 邊見 邊見 兩邊見 這兩邊 身邊斜見 這當然是 我們說過這個是佛派 把他歸納的 佛法一般 不一定是這麼分的 就是阿罕經裡面 佛法範圍太高 身邊斜見 見取見 我們不解釋太多 因為我們不是在上聚首論 但是我們因為 我們說過 《般若經》跟佛派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必須把為什麼《般若經》要這麼講 的這種背景 我們叫做背景知識 就好像比如說蘇東坡為什麼 會有這樣的觀念 他生在哪一個朝代 他受到什麼事情 所以他會有這樣的思維 那麼接下來一樣 你在研究蘇東坡 研究斯加摩尼佛 斯加摩尼佛生長在哪一個地方 他有哪一些背景知識 就是說 他跟印度的思想一定脫不了關係 跟他的地理環境 時空環境脫不了關係 他那個時代都學些什麼 他發現了什麼問題 那麼當時都有哪些人 都主張些什麼 那這個一定要知道的 那你了解一個人也是這樣 比如說好 你小孩 你媳婦你兒子 乃至於你老公你老婆 他現在有什麼煩惱 那麼 告訴你的跟沒有告訴你的部分 那麼你透過觀察 你都可以知道 就是你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他不一定告訴你 或是他告訴你 他說不完整 那麼你透過這一些觀察 就會慢慢 他之所以會這樣想 原來是他有這個問題 就好像一個人常常覺得 人家要破壞他 對人的警戒心非常強 那麼這個人過去一定是 被傷害過 他習慣有那種警戒心 那麼警戒心 一個就是會產生退縮 一個就是會武裝起來 就是他看到你臉色不好 他先罵你 或是很習慣 就是他會先攻擊 或是他先逃避 這就有兩種反應 那麼這種其實都是 他背後有一個原因 讓他這樣做 有一個習慣讓他這樣想 那我們了解這些 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有 因為我們經常在面對 人事物當中起煩惱 那麼起煩惱 我們常常用很多方法 去解決這種煩惱 但是發現不但解決不了 問題更大 煩惱更重 會這樣啊 那這個就表示什麼 是力度不過嗎 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方法錯 也有可能 根本就不是這樣 所以 你養成這種習慣 就是我們說過 一個現象 你必須看到 現象背後的原理 一個問題 你要必須看到 問題所形成的原因 那這個是佛法教的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 煩惱 我們講 武力使跟武頓使 這個是身邊邪見禁 禁就是借禁禁 借禁取禁 這個其實都叫做斜禁 這個其實都叫做斜禁 我見斜禁 一般來講 正出國了 段三節 他把他分成身邊邪見禁 借禁取禁 这个是利 利不是 利 烦恼比较利不是 而是他容易断 顿断 顿就是比较难断 要弄很久才会断 一般把它叫做贪嗔痴慢疑 他是这样分 三截是身戒 戒庆取戒跟疑 贪嗔痴慢疑 这个是我们说这个是拒责论的分法 那现在大概了解就好了 我们知道这样 就身戒边戒 讲太多也不容易记 那我们把它插条再来讲 那这里基本上就是十字 这里有九个 这里八个 这里有弱字算一个 那这个是八个 这个是八字 那么 这个无肉八字里面的八人八字又不一样 我们说欲戒 上戒 下戒 上戒 下戒的烦恼 据舍论 说一句有部有所谓的见到十六星的问题 就是 第一星 第二星 他是这样 就是断的烦恼 他是这样断的 我们说他是一种分析归纳 事实上是不是这样 一十六星 一星 一刹那有几十星呢 就是一刹那这样 一刹那 刹那是最小的单位 那么就是一个 一个弹子有五十六 还是六十几个星 那就是非常非常小的单位 时间的单位 那么通常 第一星到第十六星 那么基本上是这样的 酷 苦 苦 法 治 那一般叫做 有些讲 治 忍 有些没有 也就是苦 法 忍 苦 法 忍 然后第二星就是苦 法 治 那么这个忍就是断烦恼 治就是正道 这个境界 这个无生 治就是正德 正德这个无生 他有层次的问比 这个字 这个跟无生治的无生不一样 就是他完全正德了 阿罗汉 这个是阿罗汉才有的 那这个是 慢慢慢慢 这个法治类治 是从圣者基本上就有 苦 法 治 苦 法 忍 我们不要写字 有人写苦 法 治 忍 就苦 法 忍 苦 法 治 苦 法 忍 看起来 看起来很学术 就是这些名相到底 写这些名相做什么 他就是帮助你明白而已 就是讲智慧 因为讲他治跟德 我们要讲简单一点其实也可以啦 反正就是人正的智慧跟所得的境界 然后就过啦 但是我们要熟悉一点点 比较好 苦 法 忍 苦 法 治 然后下面是什么 疾 疾 法 忍 疾 法 治 一样 然后灭 灭 法 忍 灭 法 治 然后道 道 法 忍 道 法 治 那这样有几个 八个嘛 两个 四个 六个 八个 苦其妹道不是就八个啦 这个是下界而已 那上界也有八个 那一样 到上界 上界就是社无社界 这个是欲界的烦恼 苦 法 忍 苦 法 治 急 法 忍 急 累 治 然后下界的 上界的 社无社界一样 苦 苦 累 人 上界就是累 人 苦 累 人 苦 累 治 苦 累 人 苦 累 治 两个 那苦其妹道就八个 那总共就十六个 那第十六星见到 就正圣者 他是这样 他是这样说明的啦 好了 我们有一个概念 先有一个概念 讲这个有些人 觉得 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但是我们就是 等一下要讲那些 要先 先有一个概念 就好像说 你不晓得苗栗在哪里 但是先大概跟你讲 实际会是这样 就是 在中部 在台中 在新竹下来一点 台中上去一点 大概 那你现在总有一个概念嘛 对不对 往东 往西大概是这样 你也不用知道很详细 没关系 你知道大概在哪里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八人八字 字 无字亦无得 那么大致论里面解释 无字亦得这一句 因为这个是从波罗经出来的 那么摩霍波罗 波罗密经 其实新经里面 大部分都可以在摩霍波罗 就是 绝大部分都可以在摩霍波罗 波罗密经里面找到 只有最前面的 跟最后面的 这两个不在摩霍波罗 波罗密经里面而已 其他都在 摩霍波罗 波罗密经里面 都可以找到 那主要是两大部分组成的而已 就是 这个观世在菩萨 这个 从这里到这里 这个是核心 这个是波罗心经里面 的心中之心 心经就是心要 关键重要的 波罗经里面比较心要的东西 那后面 就是无字亦得 以无所得雇 菩提萨多 以波罗波罗密度雇 情乌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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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限 症惯 十字注意 analys 這是在另外一本 也是《波羅經》裡面的另外一段 這個主要在這一段 這一段 這一段主要是《波羅經》的席香印品 另外 另外那一段我們還沒講 另外那一段 到 紀說奏約之前 那個是在《波羅經》的另外一品 基本上有兩品內容都一樣的 一個是在 我們叫做 勸辭品 或是大明品 大明咒 那後面那個咒 集說奏約接地接地《波羅經》 那個不在《波羅經》裡面的 那個是從《陀羅尼集經》裡面 加進去的 那麼這個也不在《波羅經》裡面的 這個是 可能做前面的總說啦 那重點 那個勸辭品都是 講經講完內容之後 那麼告訴你 這個經有什麼功德的 都是這樣子的 那個也 不是重點 重點就在這裡 就這一個 這個是《波羅經》裡面的《心中之心》 那這個我們等一下來講 我們講 先把這個講我們一個一個講了嘛 講完了之後我們再來講 再整個來看這個東西 就好像你到苗栗之後 你再從台灣地圖看 苗栗就在這裡 那麼你非常的清楚 遠觀近觀你都吃一桌 那這個是怎樣 那這個其實就是所謂的無知亦無德 那麼德 像導師的這個基本上就簡單講 這是 德就是 四國 出國 二國 三國 四國 那一波羅經來講 其實它就是包含 生文國 辟知佛 跟佛 這三種 那生文主要就是四國 所以德 基本上就是德虛頭寒乃至 就是生文國 虛頭寒 虛頭寒 阿那寒 這就是生文國 生文 生文的四國 或是辟知佛 辟知佛道 佛道 就三聖 那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講 無知亦無德 八人八字 八人八字我們剛剛講過了 苦法人 苦法之 道法人 道法之 苦類人 苦類之 道類人 道類 總共有八個人 八個字 那麼人是 他把人也是智慧的一種 人也是智慧的一種 但是人 主要形容在斷煩惱這一部分 就是 能斷煩惱這一部分 斷煩惱就能正 就正得 這一部分 得這一部分 所以就把它分作人跟智 其實這個是生文的分法 好 應該不是說生文的分法 是部派的分法 有肉之無肉之 肉就是煩惱 肉就是煩惱 據舍論裡面 主要就是從有肉到無肉 所以他是這樣的 據舍論的一個 據舍論的一個核心就是從有肉 他對法的分類就是有為跟無為 那麼修行的次第就是從有肉到無肉 那我們講苦極滅到也是一樣 就是從有肉到無肉 比如說他基本上前面的 前面的有肉法 就是這一些 比如說五韻 十二促 八戒 我們講他把法分成五位 五位七十五法 就是五大類 色法 心法 心所法 心不相應 到底有沒有心不相應刑法 這個當然是大家想的不一樣 心不相應刑法到了白法的時候 就又加進去了 本來只有十四個後來變成二十四個 那白法 據舍論裡面還沒有把時間跟空間 放在真實法裡面 到了這個白法的時候 時間跟空間已經放進去裡面了 就是有絕對的 就是有一個實在的時間跟空間 那時間到底是不是一種真實的存在 這個西方也有討論 那麼 時間到底是不是一種真實的存在 到底有沒有時間這種東西 現在 現在 物理界基本上就是那個禍堅 算是權威 早期的話就是各有不同的說法 那麼這個在佛陀時代 不是佛陀時代 在布派時代已經討論到這個東西了 西方的話大概 到底有沒有這種絕對時間的存在 那 比較跟佛法相應的比如說像 愛因斯坦 他就認為 時間是人的一種幻覺 這個是跟佛法比較相近的 如果是牛頓的話他就不這麼說 他說時間是絕對的存在 他是一種真實的存在 有時間這種東西 傳過去現在未來 我們不管了我們大概先想 心不相信法這個比較麻煩 這個比較麻煩 那麼甚至有所謂的德非德 你得到一個東西 身住意滅 身有一個身法 住有一個住法 滅都有真實的涅槃 後面也會講到 有一個就是 涅槃有一個真實的涅槃 無苦即滅道 滅跟道 好那苦有一個實在的苦法 我們說南傳的這些 這一些論詩很喜歡 講苦法不是一種感受 他是一種真實的苦法 那麼其實如果我們看那個中論 他中論最重要的其實就是觀世帝品跟觀元祈品 他就在講元祈跟世帝這一部分 那苦 比如說舉個例來講 這個大家有空去看那個中觀論頌 觀世帝品 觀苦即滅道這一邊 老師這裡裡面也有講就是重點就在那裡 比如說苦 那麼 南傳的 就是南傳的 不派的認為 不派的認為 有一個苦法 這個苦法是真實存在的 那我們 就是波羅經的觀念上認為是 苦只是一種 合和的 跟城市合和 那麼煩惱相應的 心相應的 一種感受而已 他不是真的有這種苦法 也不是有一個 因為有一個真實的苦法 有一個能夠斷這個苦的智慧 苦即滅到智 所以他變成有所謂的 苦即滅到智有所謂的十六形象 大家知道嗎 就是說 你見苦的時候可以見到四種形象 這個有講到 剛才講苦 苦至極至 智慧裡面不是有苦即滅到 那麼你見苦所段 你見苦 你就是見到苦的什麼 苦有四種形象 這個我們上次也有講過 苦什麼 空 無常 虎我 這個是苦的形象 疾 因疾生離 疾生緣 因疾生緣 這個是疾的形象 滅 滅盡妙齡 這個我們也不易解釋啦 我們這個大概知道就好 因為我們不是在研究不怕 不過你要大概知道他 因為 他為什麼那麼多無 那麼多無 其實就是要否定這一些因為他有那麼多有嘛 這個也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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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就跟你講這個也沒有這個也沒有這個沒有 苦空無常無我 這個我們找 找那個佛學之前找什麼都可以找得到很容易的啦 這個是 這個是一般我們叫做 就是很比較很常見的名像 叫做四帝十六形象 那個另外那個就是十六星 今天我們就幾個名詞 十六星 十六形象 然後死死 十種煩惱 十種智慧 這一些基本名像先了解一下就好 那道如行出 那麼每一個他很多都有一個意思啦 但是真的是這樣嗎這個是不派的分法而已 實際上不能夠這樣分啦 因為什麼 苦空無常無我 無常無我 無我是通苦情戀道的啊 所以有一切法但是他認為 見苦就是你見苦你就是見到這一些象 你見極 極致你就是見到這一些 滅致你就是見到這一些 倒致你就是見到這一些 所以叫做四帝十六形象 這個一致他有所謂的形象 所以見苦手段 見其手段 見滅手道 見道手段 有這種有這種東西啦 那麼這個基本上都是真實的存在 那我們先稍微講一下 據舍論裡面的從有肉到五味 從有五味到五味 那麼心不相異 這個四種是 那麼另外有一種 就是無違法 到底有幾種無違法在阿安經裡面 無違法就是涅槃而已 到後來無違法就越來越多了 總共有十幾種 基本上各個部派講的無違法也不一樣 也不一樣 那這個有肉無肉這個都是 所謂的有違法 這個七四個是有違法 有違法 這個是無違法 有違法跟無違法裡面有所謂的有肉跟無肉 這些事 那麼色法都是 色法裡面 有十一個 色身 就是眼耳鼻舌身 色身相畏處 這個是有肉的 另外有一個無表色 這個是無肉的 所以 這裡面 有肉無肉 無違法一定是無肉的 但是 有違法裡面也有無肉法 有違法裡面也有無肉法 比如說色法裡面的無表色是無肉的 無表色是無肉的 那麼心就一個 它也是無肉的 那到底有幾個心 這個大皮膏沙論 講多了講到也蠻多心的 好像有二十個心 那 色阿南傳的撒比他某一論講的有八十九心 如果再加上禪定的 總共有一百多心 一百二十一心 很多 那 其實 世青菩薩就簡單就立一個心而已 那心所呢 不個不敗講的也不一樣 不過 我們說 世青菩薩把它歸納到比較好懂啦老實講真的是這樣 如果你讀過大皮膏沙論六生一族論再來讀 再來讀居舍論你會覺得居舍論明白多了容易多了 簡單多了容易明瞭 那麼你可以掌握到 大概那個時代大概都在討論些什麼 討論出什麼結果 當然 世青菩薩的居舍論 不都是 有佈的東西 他也不完全均有佈但是基礎架構都是有佈的 我們先大概理解這一些 我們說想心經講這些做什麼 心經是波勒經的代表 波勒經其實就是在針對 部派的 我們說這樣 先把這個講完等一下再來講 為什麼要講波勒經 這個心他也是無漏的 無表色是無漏的 心是無漏的 心所裏面 心所裏面 那麼 大地法 這個受享施 這一些慧 聖結 三魔地 這個都是無漏的 還有 大善地法 十個 也是無漏的 那麼不定地 裡面的 詢跟詩也是無漏的 除了這個之外 就是心不相應刑法 有煩惱跟不定 不定裡面詢跟詩也是無漏的 那麼其他都是有漏的 其他 七十五法裡面 那麼除了這一些 就無表色有一個 那麼 心亡一個 那麼 善法 跟大地法 二十個 那麼不定地法有兩個 其他都是 無漏 其他都是有漏 那 所以 有漏無漏 這個是有分有漏無漏 那基本上是有為無為 那個法的概念大概就是這樣 佛法裡面 主要的分裂就是有為法 無為法 有漏法 無漏法 主要就是這個而已 那法其實就是現象 一切的現象 那麼這個現象不離開 我們身 心 所面對的 一切的境界 一切的境界 其實是這樣 就是跟我們習習相關的 只是我們知道不知道而已 那我們再來講 這個是主要是這樣 有之有德 有之有德 那我們說這個心經最主要 心經最主要 大概就分作 三段 那麼也可以分四段 就是 最前面 最前面 不是般若經的 那麼其他到 咒語那一邊 不是般若經的 那麼這個也 那麼其他都是 其他都是 那 主要就是 這個 然後 在咒語之前的 是大明咒 吳上咒 吳等等咒 如果能出一些骨真實不虛 到這裡 也是 薄爾經 是大品薄爾經的 叫勸辭品 或是大明品 只要就是這兩品而已啦 這兩品合起來的 如果大家有空 那麼去找 因為電腦很方便 那麼你對照一下你就知道了 那麼這兩個其實基本上差不多 就是講的內容 大概就是 後面這些 那重點是在這裡 就是 大波羅經把它叫做功德品啦 就是你送辭波羅經有什麼功德啦 所以勸你要辭 大概就這樣 那重點在這裡 那我們再來把這裡講一下 為什麼要寫這個經文 就是幫助大家理解 這個 你看喔 我們說這個是心中之心 心耀中的心耀 那你看 這個 這裡 這裏 色 那麼受想形式 這個是什麼 這是五韻嗎 你看 這個是五韻 那麼 這裏是 顏耳鼻舌身意到色身相味觸法 歹字無意識界這個是十八戒 這個是十八戒 十二處十八戒 這個是十二處 這個是原始 這個是原始 吳吳吳鸣還是吳鸣 五日十戒 這個是原始 這個是原始 十二原始 这个是四地 那这个你看 他这里设不易空 不易 不易 那么即是 不易不易 即是 不生不灭 不易跟不易 不易跟不易 那么这里是不生不灭 不够不见不增不见 那你们从这个心中之心 他的重点就在这里 后面当然也可以讲很久 但是主要就在这里 就是观照 他为什么叫做席相应品 他其实一开始 这个是在第一卷就这样 他告诉你 菩萨摩托沙 因如是思维 所以我说思维很重要 怎么样思维 才是跟波罗波罗蜜相应 那么这个是阿安经里面常说的 多文圣地子 跟于次文仿佛的差别 真正一个多文的圣地子 因如是思维 就如实正观 其实是这样子 那你从这个经里面 你看到什么东西 我们来想一下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什么 看到它的重点 这个是整个波罗经的重点 心经是波罗经的心药 波罗经心经的心药就在这里 那这个心药说到什么 五蕴 五蕴十二处十八戒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一般我们讲的蕴触戒嘛 据手论叫做三颗蕴触戒 你看据手论也是依这个的 蕴 我们把它弄在这边 就是这五蕴十二处 叫做蕴触戒 十八戒 那蕴触戒 蕴触戒是什么意思 是为什么要蕴触戒 它是 它是 它是怎么样的一种分类跟分析 它是 它是什么 是什么 蛤 对 就是身心的一种分析 身心境界 其实就是 主要重点在什么 在我 是不是 我可以分做五蕴 可以做十二处 分做十八戒 佛法的核心是什么 是什么 无我 所以重点来了 你看 第一个重点 它是在讲无我 圣者跟凡夫的差别就在 你有没有正得无我 有智慧跟没有智慧的差别 就是在你有没有知道 无我 是不是正确的道路就是 你有没有朝着无我的道路前进 你得到的是不是解脱 就是由你是不是正得无我来分 其实 它第一个重点就是无我 你看 有没有 这个还没有 这个当然也可以讲无我 但这个主要就是我的分裂 我的分裂射受想形式 无射受想形式 这个射受想形式 那么 射身相位处 眼耳鼻者生意 射受处 眼界 耳界 鼻界 乃至意识界 这个是十八戒 这个是我们对我的分析 一般来讲 一般的 你如果看佛法概论 基本上十八戒 它把它简化叫做六戒 地水火风空事 就变成这样 但是一般基本上 不拍来基本上就是十二处十八戒 那后来把它简化变成六戒 就变成是这样 这个我们最早的时候 想到我跟无我的时候就讲过了 就是 这个就变成六戒 那变成五蕴十二处跟六戒 或是六处 五蕴六处六戒 五蕴六处 五蕴六处 这个是简化的说法 六戒 五蕴就是想与生理的 想与心理的 心理 它都是身心结构而已 这个是想与生理的 就是感官的 言耳鼻者生 这个是想与物理的 那不拍的说法基本上就是 五蕴十二处十八戒 那么第二个 第二个你看到什么 第一个就看到我嘛 从有我到无我嘛 那怎么样无我 我是这样的 我经过分析 我经过分析可以做三种分类 对不对 孕 触 戒 是不是 你还可以做其他分类吗 当然你也可以 但是主要是这两个 那像据手论里面 基本上还是运出界 但是它就是设法心法 心所法 身心 那心不相应 没关系的是另外境界的存在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 那这个就是我的分类 那我跟无我 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变成无我 我们说过嘛 修行就是 核心 从 从有我到无我 从有我到无我 你看 我教大家怎么样 从一个经文里面 发现到它的次第 修多罗次第所写嘛 跟发现到它的关键 那么你习惯这样操作的话 你从一个现象 你就可以发现到 这个现象是怎么来的 它的次第 因为有什么 所以有这个 因为有这个 所以有这个 那它的关键在哪里 那你就习惯 能够找到那个苦因 能够找到那个灭苦之道 其实这个很重要 它就是这样的训练 你就知道 哦 原来是这样 那么你习惯这样看问题 那么慢慢慢慢久了 你看一切问题 你都是这样看哦 真的 就好像 你是买卖土地的 你每次看到土地 你都要先看 这个是山林地 这个是农地 这个是建地 习惯了 我遇过那个卖木头的 我们看木头 那就是木头嘛 硬跟不硬而已嘛 它不是 这个是什么木 有多少价值 在哪里出产的 可以做什么用 它就很清楚了 那一样 我们看这个法也一样 那你看哦 那修行 从有我到无我 这个是问题的核心 从有我到无我 所以佛说什么是正法 说无我的就是正法 那 从有肉到无肉 我们说过 从有肉到无肉 有烦恼到没烦恼 那么你怎么样 从有我到无我 你一定要从有肉到无肉 就是要从减少烦恼开始 就是常常讲 印尊老师有讲 多数的人都想要消灾免难 要消除业障 那我们习惯怎么消除业障 就是增长福慧 消除业障 消灾免难 这个是一般人 有信仰的人 基本的需求 我们叫做佛法叫做离苦得乐 道家叫做奴家 或是道家叫做屈己必凶 所有的人众生都一样 但是重点 怎么样离苦 怎么样得乐 怎么样趋吉 怎么样避凶 很多的方式是错误的 那很多佛教徒 都知道要消除业障 甚至把业障讲成一个真实实在的东西 他都不晓得业障也是缘起的 业障也是无常的 业障也是无我的 业障是什么 这个业造成了你的障碍 那么这个障 这个障主要是障什么 障解脱 障成佛 从佛法来讲 那如果从世间人来讲 这个障就是 因为有这个业会让你受苦 所以善业有时候也会成障 福报太大 长寿天他不就是霸难之一吗 他就是障碍啊 所以 大部分是 大部分业障讲的是恶业 但是善业也会成障 如果讲那个障碍 障解脱 障成佛来讲 但是会让你受苦的基本上是恶业 那你想要消业障 当然 你先有一个 念诵 念佛 念经 持终 让心稳定下来 心稳定 至少你现在的心不照业嘛 至少你现在的心安定清静 那么你才有力量 好的力量 正面的力量 那么你用这个力量再去什么 消除 业障的原因 他原因是这样 并不是这个力量本身就可以消除业障 不是 不是 这个要 你要很注意哦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认为 只要我念佛 只要我拜颤 只要我诵经 我就可以消除业障 然后就可以回向了 回向给我妈妈身体平安 回向给我爸爸事业顺利 回向给我儿子考树顺利 回向给我儿子考树顺利 回向给一切众生身体健康 回向活胎平安 世界和平 多了 回向法界一切众生 都得阿牛多了 佛山姚山菩提 可以很伟大 但是 如果你真的认为这样就好了 那么就显示 你的无知跟愚痴 真的 你要知道 业障能不能消是看什么 业障从哪里来 业从哪里来 从烦恼来嘛 所以真正的佛法 只有除烦恼 才能消业障 真正的佛法 只有先除烦恼 后消业障 没有除烦恼的情况下 消不了业障 因为业是从烦恼来的 就好像你是因为病毒 产生什么 产生身体的不愉快感 痛苦 流鼻涕 头痛 如果里面的病毒没消除 你这个症状是不会消失的 很简单 你头痛 头痛是不是让你受苦 我们就把它形成 叫做夜战好了 那么你现在头痛了 流鼻水啦 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看医生嘛 或是吃那个感冒药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吃感冒药 感冒药 吃药有两种 一种是 增强你自己 一般我们吃的药有两种 一种是增强你自己本身的抵抗力 让你自身的免疫系统去消灭这个病毒 一种是它直接消灭这个病毒 但是它也可能会伤害你的细胞 但是就是直接去消灭你的病毒 它就这两种而已吗 那么我们也一样 其实我们做的很多功课 提升我们 提升我们 灭除烦恼的能力 那是什么 那是戒定慧 那你专心的时候 就正吃正念吗 有没有 一些吗 定吗 戒就是你不再有吃那些不好的 那会损害你身体的吗 一样的道理啊 那所以 你要消除烦恼 你要消除业障 你必须要先除烦恼 如果不除烦恼 不能消业障 你不是说好好拜佛 一天拜三千拜 每天拜八十八佛 拜万佛 那个跟拜几拜没关系 所以你要了解这个道理 这个是佛法 佛法从有肉到无肉 肉就是烦恼 肉就是烦恼 那佛法把肉分成三肉吗 欲肉 有肉 无名肉 只要是这样 无肉里面是有学到无学 有学就是还要再学 但是有学已经有无肉法了 从有学到无学 基本上是这样 那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 你从这个里面 第一个看到 我跟无我 就是对我的分类 那众生都是执着我的 那么对我的执着 不外乌是五蕴十二处十八戒 不外乌是这个 不外乌是这个 那另外你又看到什么 我画起来的 不义即是 这个就是不义不义 一般我们讲的不义不义 不义不义 好 那么不够不敬 不生不灭 不增 不增不减 这个是什么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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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步 这里是不一不义 不生不灭 不够不敬 不增不减 这个就是什么 龙树讲八部是哪八部 八部是哪八部 八部是哪八部 这个是三种我 所以我们讲无我 这个是我 这个是我 那无是什么 无我 怎么样从有我到无我 先了解我 我们第一堂课就讲了吗 不是第一堂课 不知道第一堂课 讲到无我的时候 先了解什么是我 当时的印度人 都讲哪一些我见 然后你才能够知道 佛为什么要这么说吗 先讲我 我是什么 从运处见吗 那么无色身相会处 无言而彼者真意 无意识见 无眼见还是无意识见 好 那怎么个无 你说无就无吗 明明有啊 那怎么样从有我到无我 你说没问题就没问题吗 你说不去管他 就不去管他 他自然没有吗 不是 好 那怎么样 怎么样从有我到无我 那个无是怎么个无法 那么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龙叔 一八部中道 生灭 不生不灭 一一 不来不去 不长不断 应该是这样的 生命一一来去长断 基本上是这样的 是不是 如果没有讲错的话 那么阿安经里面是不有不无了 那这个是以生命 这个我们上次也讲过了 好 好 那你就看到什么 第一个看到无我 第二个怎么个无 要依什么而无 依中道 是不是 你是不是看到中道 那么这个是代表而已 真的要讲很多种的 不离不取不什么 不取不拙不什么不什么 非常多 波罗经里面讲的很多 但主要是这个 那龙叔 是整理阿含经里面 把它归纳为八部 那不依不易 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 不振不减 这个是中道 这个是无我 那怎么样证得无我 依中道 中道是什么意思 中道就是离两边 中道是离两边的中道 就是你怎么样去证得无我 是我知道是无我 但怎么样去证得无我 就是你从这个无印 比如说社 那波罗经是这样 不生不灭 不够不近 这个不争不减 不依不义 既不是社中有我 也不是社外 无印中有我 也不是无印中 我在无印中 不是这样 不依不义 不依就是 我不就是这个社 不义就是 不是离开这个社之外 有一个我 不义不义的问题 就离这个两边 两边就是错误的 错误主要就是两边而已 就是两种 就是主要的错误 那么你就能够找到正确 把错误都排除掉了 剩下的就是正确的 基本上是怎样 那么有哪些错误 世间上都是错误的 有哪些错误 你把这个错误去掉了 就留下正确的 所以 这个就是讲中道 八部中道 你看 这个就是无我 这个是中道 那么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缘起 那这个是什么 世地 所有的佛法核心 就八个字 无我 中道 世地缘起 见无我 正中道 见缘起 正世地 是不是 你好好想哦 是不是就是这样 那这个就是 所以我说 这个是心中之心 它就是在这里啊 佛法的核心 就从无我里面来讲 你可以用无我做代表 当然也可以把它并列 中道世地缘起 这里是缘起世地 所以你看那个初转法轮 佛讲什么 初转法轮主要有三种 讲中道 有没有 离苦乐两边的中道 离长断的 你看哦 你看初转法的有三种说法哦 佛道理这无比就讲什么 就讲这三种而已哦 中道 然后缘起 然后世地 正 见中道 正中道 见缘起 正世地 见无我 真的就是这样而已 那这个是佛法的核心 所有的佛法 那这个其实都是围绕着无我 无我 就是缘起 缘起就是中道 缘起就是 上次我们不是讲吗 缘起就是世地吗 是不是 那世地就是中道啊 那中道是在讲哦 你两边他就是无我 不常不断 不一不义 不有不无 是不是 特别是佛魏家章言说的 正见世间几者 不生世间无见 正见世间灭者 不生世间有见 不有不无吗 这个我们上次也讲过 大家再回想一下 然后你就把他归纳来 讲这个 你就知道说 这个是真的就是 他核心就在这里而已 缘起 世地 中道无我 见缘起 见无我 正中道 正世地 他就是这样而已 你看 那这个是缘起 缘起里面 无名无名境 这个是流转的 无名到老死 这个是流转 无名境到老死境 这个是缓灭的 苦疾灭道里面 苦疾 是流转的 有肉的 灭道 是缓灭的 无肉的 这个就是从有我到无我 从有我到无我 是不是 从有肉到无肉 从有我到无我 基本上就这样啊 我们是讲到几点 十一点吗 好 几点半啊 好 那你看哦 你看 所以 这里 这里是最主要的 这里是最主要的 好 那我们再来讲 从这个地方再来讲 这样对心经哦 你整个架构 你就会比较清楚了 你就好像从 台湾的地图里面 看到苗栗一样 那再从苗栗里面 隐神出去 苗栗上面是什么 下面是什么 那你学习的你看 你看 这个经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佛法的核心 你要试着 看一幅经 看到它的次第 那它是先从五蕴 五蕴是最早说的吗 是比较简单的吗 再详细说 有的人从五蕴里面 不容易了解 就从十二处 因为从境界嘛 对不对 因为从境界里面 起烦恼的嘛 多数人是从境界里面 起烦恼的嘛 会只起那个境界 就是讲十二处 然后再讲广一点 就变成十八戒 好 那么这个是 这个是心经的核心 再过来 但我们先来讲 还要再讲一下 那 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 我们说过 我们了解一个东西 比如说 我们要了解一个人的思想 一定要了解 那个人所处的时代 跟他周遭的环境 那么他自然而然 比如说 四川人喜欢吃辣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个盆地 失气重 吃辣有助于他什么 排那个丝 或是 有一些人 地方忍 那么他就容易长那个植物 那他吃这种东西 或他这种习惯 有助于帮助他 一样 那么 那么 一步间 或一个思想 之所以出现在世间 一定是有原因的 那么最简单的 我们比如说 例来讲 其实我觉得佛法最重要 是教我们思维 真的 那么其他的这些知识 就是 都是来帮助我们思维的 那么这些知识 帮助我们思维 那么你如理的思维 就可以解决 你正确 如理的思维 可以正确地找到 解决问题的方法 而真实地解决到这个问题 所以佛陀经典里面常常说 那么有真实的利益 佛法中真实的利益 最主要的利益就是 学习佛法之后 我们的烦恼变少 我们会面临很多的问题 会面临很多的痛苦 但我们不会在苦上加苦 他就是这样而已 苦会递减 烦恼的时间会缩短 烦恼的次数会减少 烦恼的程度会减轻 这个上次也跟大家讲过吗 那么这个是最主要的 那为什么可以这样 来自于如理思维 来自于你针对这个烦恼 去做处理 就好像你已经看到 发错的那个根源在哪里 垃圾 那么你慢慢清垃圾 不制造垃圾 一方面不制造垃圾 一方面清除垃圾 那么垃圾一定是越来越少 那垃圾越来越少 它一定越来越不错 那一定越来越怎么样 空气越来越好 一定的道理 那么一样 学习佛法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一定要多稳训 常常听闻 常常听闻 那么让有经验的人 来教你 那么你慢慢慢慢 不是我好好诵经 好好念佛 好好打坐就好 不是 这些都是提升你自己的免疫力而已 就是让你自己有力量 但是你还必须正确的理解 并不是你身体好 就可以抵抗一切疾病 不是喔 不是 你还要做适当的防护 你才有办法 所以我现在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我们要了解一个问题 去了解一种思想 那么你必须要去追查 他为什么这么说 为什么说这样 那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样 修 因为过去的跟现在的不一定是一样的 那理事一样 但是方法可能会改变 好 那几个例来讲 我问大家 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 我们现在是佛弟子嘛 那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 对啊 阿含经里面讲 因为有老病史 有老病史 跟佛有什么关系 什么是佛 对 那跟老病史有什么关系 然后你自己看喔 好 我们先这样慢慢一步一步 然后到来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波罗经 为什么波罗经要这样讲 你就是我们一般要把问题带回到最初 就是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 为什么要引导大家思考这个东西 因为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习惯了你就会想 现在为什么会有这种事发生 你要养成这种习惯啊 你知道吗 现在这个为什么这样讲 这样讲在讲什么 很多人不理解这种东西 也不管那么多东西 他只要找答案 我们不是要找答案而已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答案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最重要是在这里 就算你给出来的答案是错 但是你思维是对的 你终究会对 如果你只知道答案 你不知道答案是怎么形成的 你终究会错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好 那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 因为世间有老病死 你看 这个是阿安经里面讲的 因为世间有老病死 那么佛出现在世间 意思就是世间有一个人成佛了 有一个抉择 就是世间出现一个抉择 那这两个有什么关系 世间有老病死 跟世间出现一个抉择 这两个有什么关联 抉择跟老病死有什么关联 对 抉择 佛是抉择 他是佛陀的简称 抉择 可以解决老病死 他解决老病死 真实解决老病死的 老病死的问题 那我们上次有讲过 老病死其实不是老病死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 是苦的问题 是轮回一直在受苦 一直老病死的问题 就是生死问题 其实前面就是生老病死嘛 老病死都是由哪里来的 由生来的嘛 有生就有老病死嘛 那么生跟死之间 不是只有老病死苦而已 便正会爱别离求不得 种种的苦 好 那么所以 老病死是苦的问题 那苦就苦有什么问题吗 苦就有问题吗 不是 是一直在受苦的问题 是不是 轮回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受苦 一次又一次的受苦 没办法解决 这个才是问题 如果我肚子痛 肚子痛就肚痛 吃个药就好了吗 没问题吗 问题是 常常肚子痛 这个就麻烦了 而吃药又不会好 这个才是问题啊 不是吗 好 我们有没有遇过这种事 有啊 我们日常生活中 常常有没有那种 问题一直重复 那么我不断解决 又解决不了的 有没有 有 那你都是怎么解决 好啊 问题就来了 就佛法运功在生活上就是这样 那你是怎么去思考它的 那你又用什么方法去解决它 解决之后 通常有几种现象 你用方法 通常有两种 一种就是 你积极的去解决它 第二种是 你消极的不管它 通常是这两种啊 或者你逃避 那么你去解决它的话 又会 大部分又会有三种现象 其实我们都一样啊 其实我有我的问题啊 你有你的问题啊 家庭有家庭的问题 个人有个人的问题 社会有社会的问题 国家有国家的问题 有没有那个没问题的 没有 只有 只有 知道怎么解决问题 跟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的人 佛法就是愚智无王夫 跟多文圣地址啊 就是这样啊 好 那你看哦 那么 通常解决问题 我们说过吗 这两种吗 我们遇到问题 我们遇到问题 其实佛法是教我们 正确的 看待问题 正确的解决问题 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事件上一直都有问题的 不管是个人 不管是家庭 不管是社会 没有那一种没问题的真的 只有大问题 小问题 可以解决的问题 跟不能解决的问题而已 有些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但不能解决 会不会引发你的问题 那又是一种问题 好 所以我们要很正式的去看待这些东西 这个是佛法教我们的 那我告诉大家 一样 就是你要习惯上这样的思维的东西 那 我们刚才讲 你去解决问题啦 通常我们都会用方法去解决问题 那么 用了很久 没有收到效果 我们习惯就放弃 举个例来讲 最常见的是 家里有一个不孝子 就是 我许是叛逆期啦 或是怎么样 讲都讲不听 那你已经费尽心思啦 越往后面你就越没力量 因为你用越大的心力 那么 你得到的效果 没那么好 久了久了 久了久了你就开始放弃了 就好像治病也一样 你刚开始会很激起的治病 治啊治啊 花了很多钱很多时间都病不好 你慢慢慢慢就不太管它了 也不是放弃 但是就是 不要 不要很大的障碍就好了 因为反正也治不好了嘛 那我问你 世间有治不好的病吗 有 为什么会治不好 为什么治不好 还找不到治病的方法 以前治不好的 现在很多都可以治啊 但是现在也有治不好的 以前有很多治不好的病 叫做绝症 现在都不是啦 因为呢 找到治病的 找到 找到治病的什么 药了嘛 或方法了嘛 是不是 那以前没有药医的 现在有些有药医啊 是你没有找到方法 或是 它不是你现在的能力可以做的 好 那我们把问题扩大一点 世间有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有啊 有啊 生老病死 现世是没有办法一定要的 但未来是可以解决的 其实是这样 那所以 一样 我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 通常都是 第一个 第一个 一定要养成好习惯 思考这个问题 叫做像 就是现在是什么问题 现在是什么问题 现在我面临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是怎么形成的 我应该怎么样去解决问题 它就是试着来的哦 他是试着 慢慢慢慢越试越来越厉害 其实是这样 要养成这个习惯 那佛 你看哦 老病死 佛解决老病死 老病死 其实是苦的问题 其实生死的问题嘛 那苦 也不是真正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 是一直在受苦 而且没有 一直在受苦 就是你没有办法解决它嘛 而且很可能更重 我们说过嘛 你解决问题通常就是 我们现在 我相信大家 每天都在解决问题 而且也每天自在问题 那一定有解决了的 解决不了的 可以解决的通常就是 比如说肚子饿了 它是一个问题嘛 怎么解决 找东西吃啊 对不对 累了怎么解决 休息啊 一样 这个是比较容易解决的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解决 很多人都找不到东西吃啊 所以 但是大部分人是可以解决的 但是还有很多东西没办法解决 好 那么 你要先分清楚 它是真的不能解决 还是 你没有找到方法 它不能解决 比如说 太阳很热 你能不能让太阳不热 不能嘛 但是你可以让自己 不受太阳的热吗 可以啊 好 这个人 这个人骂我 这个人伤害我 我能我不能停止 它一直伤害我 但我可不可以停止 我不要因它的伤害而更痛苦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所以啊 你看啊 问题来了 但是我们通常不是哦 我们通常是 这个人骂我 我用尽一切方法讨好他 或是怎样这样 他都还是这样 所以我就更加生气 我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我就更苦 有没有 因为你试着解决问题 我给为他点灯 为他诵经回向 他又变本加厉 所以我就更生气 常常都有这种事哦 那么你现在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是那个人的称赞心 还是你的称赞心 对 但是我们通常都不是哦 通常就是 用方法去解决那个人的称赞心哦 就好像你想尽办法也让太阳不热一样哦 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是 那这个其实佛法教我们的就是 你要你要找到那个因 要用正确的方法 好那我们回来看这个心经 生死的因是什么 我见吗 是不是 正确的方法是什么 无我 怎么样无我 不生不灭不疑 从 先分析有没有 先分析这个生 是什么 就好像先分析这个现在是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是由哪些组合而成的 哪一些关键因素组合而成的 生死是由这个身心来的 身心是哪些关键因素 不过就是运触界吗 是不是 那怎么样去解决对这个运触界 对这个身心执著的问题 从观念上去厘清 生灭意义来去常断 这个是生灭 生灭构境真减意义 当然这个不是我的问题 还有法的问题 法持的问题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哇时间到了 还没还有半个小时 好那还没 我以为到十一点 那你看哦 你看 这个其实你看 单单一部心经 其实它有告诉我们道理吗 有 但是你如果不会看 你就是这样念而已吗 是不是 你看得出来 它在讲什么道理吗 然后 我们日常生活中要怎么用吗 它其实就是第一个 它给你分析 我们现在面临什么问题 那么大一点讲 从 从佛出现在世间 其实就是解决 生死的问题 受苦的问题 它基本上叫老病死吗 那老病死不是问题 是因为苦的问题 苦不是问题 是因为一直受苦的问题 而且没办法解决 那么谁把它解决了 佛 所以这个叫做佛出现在世间 就是因为发现有那种 一直没办法解决的苦 世间人 没有办法解决 那在佛陀时代 其实 分有两类人 有一类人 有一类人 有一类人是试着解决的 叫做沙门 婆罗门 那婆罗门是依靠天神 而得解决的 他认为 他认为 苦是天神给的吗 苦乐都是天神给的吗 中国人也是这样 天官是福 天降灾难 所以遇到灾难 要先跟天祈求吗 皇帝自己要去祭天吗 万方有罪 罪灾 罪灾我一人吗 所以他向天祈求赦免罪吗 那赦免大家吗 这样能解决问题吗 没有办法吗 那我们现在如果说 我有罪 我向佛陀祈求 向佛陀灭我的罪 可以吗 不可能吗 那你去念个什么 灭罪真言 灭罪吗 不行 那怎么灭罪 找到 这个是 第一个要先认识 到底我现在 罪就是罪过吗 就是过患吗 就是会了 我受苦的 受苦的一个现象吗 找到现在我到底有什么罪 就是我现在到底有什么苦 每一个苦消失的是不一样的 那我到底有什么苦 就是你要先了解苦到底是什么 我现在有什么苦 那么这个苦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那么你才能灭 核心虽然是无我 但是从无我衍生出来 从有我 核心是无我 那么问题是有我 但是从有我 演出来的是有种种的烦恼 种种的烦恼 不是 当然你如果断了无我 说一切烦恼断 但是你要先从 不让烦恼继续 延伸开始 所以你要有对自信 你要去对自他 比如说杀生 那么一定跟承恨心 跟杀业有关系 贫穷一定跟偷盗 跟签令有关系 那你要去对自这个东西 那么你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这些问题减少了 那么你的心才会越来越有力量 你看哦 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 因为世间有老病死 老病死 其实是一夫一子无法解决的痛苦 是这个 那佛为什么 佛出现在世间 最主要的是 佛为众生说法 如果是辟之佛 他走了就走了 我们也不太知道 佛之所以叫佛 佛跟辟之佛 跟僧文不一样 就是佛 是为世间说法 那么利益很多的众生 所以大圣佛法 我告诉大家 大圣佛法 强调的是佛 他主要尤其是般若经 大圣佛法里面的般若经 他的核心就是两个 可以讲 可以讲他就是什么 回归佛陀的本怀 回归佛陀的本怀 佛出现在世间 解决的老病死 他只解决他自己的老病死 他如果不把解决老病死的方法说出来 他就不是阿妮多罗三妙三不吉的佛 他就是辟之佛 你知道吗 好 那么七佛里面 依据 他虽然也叫做佛 但是我们就把它归类到辟之佛 七佛里面 有两尊佛 有两尊佛 有两尊佛是不说法 不自戒 没有僧团的 哪两尊 知道吗 不是 辟舍佛佛 跟 居、那、韓、摩尼佛 七佛 七佛是 居留孙佛 匹佛师佛 施弃佛 施弃佛 然后 过去佛是 过去佛是 辟佛 忘记了 我看一下 基本上 我们先讲 先讲这两尊 七佛之丰的两尊佛 一大制度论来讲 匹伯师佛 辟舍佛 辟舍佛 这个大家去查就有了 辟舍佛 跟 居、那、韓、摩尼佛 没有智戒 没有说法 不说法 不自戒 他当然没有生团 所以正法不久住 不说法 没有弟子嘛 不自戒 所以 他所以叫做佛 辟知佛也是佛 只是我们为了方便把它分 那么 所以后来叫做辟知 辟知佛佛 其实是一样 辟知佛 辟知佛 其实也是佛 一般是辟知佛陀 他也是叫佛 佛就是绝者的意思而已 甚至在古代的印度 很多外道的成就者也叫做佛 他就是绝者的意思 只是后来佛陀成佛之后 佛陀这个名号变成佛教的释迦摩尼佛专用的 然后后来又分 辟知佛也是佛 他就是绝者嘛 但是后来就分 有度众生的 说法的 这个 是真正的佛 那么七佛里面 过去七佛 就是过去有七个成就者 有七个绝者 那么这两尊 是 不说法不绝 正法不久住 这个当然是大致都能讲的啦 那我们也不晓得阿安经里面 有没有这个出处 但是基本上一定是 一定是有这样的说法 然后他引用过来 正法不久住 那佛出现在世间 基本上 除了他解决自己老病死 他重要 他之所以是佛 重要是什么 说法 把这个解决老病死 解决生死的问题 为大家说 而且从他 你看喔 释迦牟尼佛 从他 成佛之后不久 一般说四十九日之后 就开始度众生 一直度到他如涅槃前几分钟 渡须巴多罗 没有停过 你看喔 你看喔 那这个就是 这个是从释迦牟尼佛的一生看出来的 你看 这个跟辟斯佛的风格不一样 跟其他的人不一样 从他成佛之后 一直到他入涅槃之前 几分钟 他都一直在说法 为什么要这样 帮助众生解决老病死 那么所以 所以释迦佛的 你看阿杂阿韩经 解决的 大家说解决的也一样 核心就四部解决 整个阿韩经喔 整个烧那么多经 整个阿韩经 就依四个问题再说而已 缘起 四地 三十七道平 基本上是这样 那五印五我 叫做蕴香印 就是讲五印五我 六处五我 第二个 第三个缘起 缘起跟四地放一起 然后三十七道平 道 基本上就这四个而已 那一样 你看心经也是这样 那我们说 波勒经 佛为什么出现世间 因为 第一个 解决世间的老病死 世间人的老病死 他找出了这个方法 然后不但地把它传下去 告诉大家 老病死是可以解决的 因为在那里以前 你看佛陀不是有传说吗 经过四个成本 问他旁边 这个是老人 这个病人 这个死人 四千年都会老吗 会 四千年都会病吗 会 四千年都会死吗 会 那老病死之后 再一次老病死 那之后 再一次老病死 永无止境的老病死 可以解决吗 没办法 没办法 那当时的沙文婆罗门 有四者解决 婆罗门 透过天神的加持 他认为就解决了 升到梵天 升到那一天 就是 就是涅槃了 就是极乐了 不是 不是 就有点像西方人 信仰上帝 然后 就永生 就永远在天上 不是 绝对不是这样 那有一类的人 试着透过了解 问题到底在哪里 那么主要是 主要是 奇纳教跟瑜伽 修定跟修戒的 那么苦行外道认为 问题出在于业 问题出在于业 那么 你把业消磨尽 所以他不断地受苦吗 那么业尽了 苦就尽 业尽苦就尽吗 没有 业尽苦没有尽 因为造业的根本 还不尽 那瑜伽是那个心不动 修到飞响 微微响 修到无响 心都不动 心都不响 没有心去造那个业 问题就解决了 解决了吗 没有 问题在于不知无我 所以佛陀研究出来了 那把这个 把这个观念告诉大家 怎么去证得无我 那么有一些人 他比较 善根比较深厚的 他直接这样关就可以 有些不行 就好像身体弱的 一定要先把 把这些病治好 然后把身体养好 然后你才可以参加奥运会 对吗 对不对 你那个脚受伤 像让骨头合育吗 让脚可以动吗 然后再经过训练 一样是这样 那已经都是健康的人 稍微做训练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体质很好的人 一样的道理 所以他要分很多种情况 那么现在 佛出现在世间 是因为世间人一直有人为 不是佛本身而已 这个在佛 这个在佛的出发心里面就有了 他看世间 他在世间关 他第一次让他的父亲 带他去参加那个春庚的祭典 他看到那个牛 人在夜日下 为了生存 要去种田 种田需要靠牛 那么牛 被这个人养到 他要吃 他要怎么样 他是要听这个主人的话 然后打这个牛 打到那个牛 在夜日底下 流汗流血 那个汗滴下来 血滴下来 那个土翻过去 虫被翻出来 那个鸟 接着来吃这些虫 蒸香来吃这些虫 鸟尾要活下去啊 那么 大家都在痛苦当中 那么 不知不觉 就觉得 本来就这样 大家都要经历过这个 所以 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只是要解决现前的问题而已 就是什么 肚子吃得饱吗 所以解决生活的问题吗 那么对于生命无止限的轮回 没有能力解决 那佛陀看出来 他发现众生都是这样 那么他第一次觉得 心里面感到忧伤 然后后来再经过 那个城门的时候 老病死 他心里面就觉得 因为他有看见那个出家人 要解决这种问题 沙门 他就觉得 他要去解决这种问题 这个是要解决他本身的问题 然后也帮助 因为他那个时候还不知道 这个问题到底真的能解决 还是不知道能解决 他是在王宫里面 他不知道真的能解决 还是不能解决 所以他试着去修行 就出家了吗 夜半余程吗 半夜逃的吗 那个时候罗霍罗刚出生不久 他刚结婚不久 他娶了 他29岁出家 他到底几岁结婚也有很多种说法 不过罗霍罗刚出生不久 他出家之前还去看过罗霍罗 就是要出城 出城门之前还去看过罗霍罗 先去医治 他就是已经发生驾沙的人自己剃了 然后就去医治修禅定的 然后再去医治修苦行的 发现这两种都没有办法真正解决了部分问题 但是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所以他这个问题就显显到 当时的认为 当时在修苦行 跟修禅定的人认为 这个就是真实解决问题的方法 他们认为他们的祖师都是佛陀 都是觉者 都是觉者 你看阿罗罗佳南跟踏婆罗摩罗子 一个修无想定 一个修非常非常 他们认为这个就是涅槃 这个就是生死问题解决了 已经解脱了 佛陀 所以我们常常以为 我已经解决问题了 我已经把问题都解决了 不一定 你再仔细分析一下 你再耐心再看一下 再看看这个是解决问题的像吗 有些不是喔 所以这个也是教导我们 有时候 不要那么快就下决断 要耐心 然后仔细再观察 那为什么他们都认为 如果是我 我那个时候在想 我常常会这样 释迦佛是这样 那如果换作我 我会怎么想 我一定 我的师父那么高 修到非常非常很厉害了 而且你心都不动了 我的师父 我的师父修到那么高 他告诉我这个就是涅槃 应该就是涅槃了 对不对 你看喔 在佛法里面 也有过这个问题 我们修行会遇到这种问题 当时有一个 有一个 现代产的李延松 大家不知道 知不知道 知道 很有名 现在已经往生了 当时是很有名的 还跟玉生导师辩论的 他认为他已经得解脱 但是他不是骗人 他只是真善慢 他认为他已经解脱了 他残庭功能很好 他没有 他没有读什么书 好像国小而已 但是他有定的时候 引发过去的苏诗会 他变成人眼善道 而且对佛法很深的体会 但是他以为他得解脱了 那么有很多学者都去跟他 他就跟他授记 你得出国 你得俄国 你得三国 那么那些学者都相信 你看 这个是不是释迦牟尼佛遇见 他两个老师 老师说 这个是最高境界的 你这个就是涅槃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可以发现不是 他又再去修苦行 六年的苦行 苦行跟修定不一样 定是你到那个境界 那个就是顶点 你看你什么时候到不一定 苦行不是 苦行就是你这一生就是受苦 受到因苦而死 那你就解脱了 释迦牟尼佛修六年也不久了 如果叫我一麻一卖 我看一个月我就受不了了 不要受 不要受六年 但是我们会这样 既然 过去有那么多人 因为苦行得解脱的 那肯定是真的 因为他会跟你讲 过去第几世 第几世都是苦行得解脱的 你看现在怎样怎样 我们会相信 我们看见这些修苦行的人 也都很有道德 也都很有道心 脾气也很好 我们就会觉得 你看 这个就是修行的境界 有的有神通 有的有神通 那我们就会认为 那么他说的一定是真的 可是一定是真的吗 不一定 有道德的人 有神通的人 脾气很好的人 能眼善道的人 他说的就一定是真的吗 不一定 所以你看 你看 释迦摩尼佛当时 他什么都没有 他从完工出来 他有去跟谁学过吗 没有 但是他在完工的时候 已经学过世费陀了 那些经书 一般世间的东西 他都知道 但是他没有接近过沙门系统 他没有 他出家的时候 才接近沙门系统 六年而已 但是你看 他的思维方式就跟我们不一样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如果是我 我可能 真的非想不非想 我就以为是涅槃了 或是我跟着这些苦行外道修 因为很多人 那么他们说这样 我就信了 现在很多佛教徒也是这样 你不觉得吗 人家说 念这个咒可以消灭 你就回去念咒 那么家里面摆什么 那个水 要供什么水 可以怎么样 真什么福报 你就学 你就信了 念这个经 可以怎样怎样 你就信了 你这个问题 回家念三十遍的药寺经 就解决了 你就信了 都是这样 你说 那个师父那么有智慧 那个师父那么灵人 在头发 懂那么多 修行那么好 还会知道过去未来 那讲的肯定是真的 告诉你 不一定 我们不能这样来看待问题 我们要从问题的本身去看待他 那现在是什么问题 如果问题解决那是什么项 我们刚才讲到 李云松 这个公案是很有名的 他跟那些 那些跟他的学者都是知识分子 大学的教授 或是这些知识分子 对佛法都是很通的 甚至比我知道的还多 但是 李云松那么有力量 他一个国小的人 国小毕业的人 场定功功那么好 而且懂得那么多 还可以跟运顺导师辩论 可以跟运顺导师辩论没有几个呢 你信不信 很多就信 他跟你讲你正出国 你就觉得我是出国了 到最后 李云松生病了 禅定功夫起不来 禅定有时候会因为老 因为病退化 没办法 他才发现 他以前没有的烦恼 现在有了 他才发现 他没有真解脱 他才开始参为 后来转去念佛 这是一个很好的公案 如果是我们 我们现在要学习的佛法 是什么 我们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 是什么 是真有效 还是表面有效 是真正解决问题 还是解决了部分的问题 制造更多的问题 我常常觉得现在的佛教徒 解决了无关紧要的问题 而制造了更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 学见 借进取见 真的 就是你解决的都是一些 也是有解决问题 让你心安 但是你增加了借进取见 这个部分更麻烦 让你离佛法更远 让你从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中 得到的更少 它影响的不是你这一世而已 影响你什么 未来世 生生世世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八正道第二要从政见开始 那么政见怎么培养的 基本上就是文师修 重点在思维 问题的形式是什么 就像我跟大家讲 你看这个心经 你怎么说看出来 大家讲无我中道 缘其是地 你怎么知道 我是哪几个方面 我有哪些问题 我是 我是什么问题 无我是怎么达成的 他怎么去证得无我 这个还没有 这个还有法的问题 还有我空跟法空 波罗经主要在解决法 法我的问题 那我们来讲 讲这个 他是这样 波罗经 今天在讲佛 为什么出现在日间 佛为什么说法 是因为要解决 世间的老病史 而且是一切人的老病史 他告诉你一个真实 直接有效的方法 而不是那些到底有没有效 到底有没有用 到底是不是这样 以前是这样的 九十六种外道 每一个都有他独自的方法 我们现在也是这样 佛教徒南传北传藏传 每一个人都有独自 他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个问题也许是业 也许是烦恼 也许是痛苦 也许是经济压力 也许是身体的因素 种种的问题 但是佛法教导我们的 是直接有效的 我们讲 般若坚是大圣佛法里面 很重要的一块 尤其是初期大圣 初期大圣佛法 特别是初期大圣 因为般若坚跟初期大圣 有很大的关系 尤其是心坚 他就是从般若坚的心药 他就是初期大圣的 摩波罗波罗咪坚 是初期大圣的 下平般若 两万五千宋的般若 他是回归佛陀的本怀 佛陀当初在世间成佛 他发现了什么问题 他解决了什么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所学习的佛陀 是不是就是当初 出现在世间的佛陀呢 这我们去想 很多都不是 很多我们现在拜的佛 跟当时2500年前出现在 印度的那尊佛 名字一样而已 名字一样 名字一样 其实是不一样 真的 那更不用讲法 法 那么就差更多了 好 那我们现在要把它拉回来 所以要回归 其实初期大圣 其实就是 在回归佛陀的本怀 拉回到佛陀当初是 怎么说 怎么修 怎么正 怎么行的 怎么修行 那正的佛法基本上是这样 你看哦 佛法三大部分 我们今天的主要就是 教大家怎么思考 怎么从里面看到问题 怎么解决问题 看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佛法 他可以做很多种不同的分类 但主要就是 佛所正 佛所正法 佛所行法 跟佛所说法 那我们重点是放在佛所说法 那佛到底说了些什么 这样说的到底是不是 佛所修行的法 跟佛所说法 从中出教 但是还有这个 那么 初期大圣回归佛陀的本怀 那么主要有两个 主要有两个 你看哦 主要有两个 尤其是《波罗经》 抉择 无我的生意 因为无我这个问题 无我是佛法的核心 无我缘起四地 包括四地缘起 为什么要讲 不是缘起不是四地吗 不是中道吗 不是无我吗 那这个无我中道可以讲 那怎么会没有缘起呢 怎么会没有 怎么会没有这个 这个四地呢 怎么会没有这个正四地的智慧 跟所得的圣果呢 怎么会没有呢 不是没有 而是什么 没有那个执着 你认为有这个法 苦有一个苦法 己有一个己法 自有一个真正的自 得有一个真正的果 那个就是问题 乃至无我 有一个真正的无我 所以我想说 空 是要告诉你 没有那个法 不要执着这个法 你又执着这个空 没有那个空 那问题是在这里 这个是波罗经 所以出现在世间的问题 那么我们讲 出其大圣 绝者无我的圣生意 无我的圣生意 我们看哦 绝者无我的圣生意 把这个讲完 无我的圣生意 奥含经里面讲 缘起圣生 涅槃圣生 父圣生 那么大家对无我的理解 在布派之后错了 变成人无我 法有我 好 这个就是所谓的 所谓叫做 波罗经常常讲 以无所得故 无自信 后面讲 以无所得故 基本上就是 一切法无自信 一切法必尽空 那 阿含经没有这样讲 阿含经讲一切法无我 可是这个一切法 变成只是人无我 所以 这个就是 这样讲 没有真正 没有真正触及到佛所说法的生意 内涵 所以 波罗经要回归佛陀的本怀 他要先抉择 无我的圣生意 这个圣生意就是 法空 一切法空 一切法的概念 因为刚才我们讲 法的概念后来扩充了 本来只是十二处五运 后来扩充到甚至有所谓的心不相应 甚至苦极灭到自得 这些 缘起 无明行事 这些全部都是有一个法在 那么 一切法空 就是一切法无自信 所以后面才讲 以无所得故 菩提萨多 以波罗波罗门以多故 心无怪 无怪故 又恐怖 一切法无自信 这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 这个就是佛所证法 佛所证的其实是人空法空的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佛所行法 波罗经其实就是 再把佛所说法的要义 像波罗心经这样 那么用这样的方式 佛所证的到底是什么 佛所行的就是显法 这一点没有被 这一点没有被显发出来 残养出来 你看释迦摩尼佛 我们刚才讲 辟舍福佛 跟居纳含摩尼佛 他也是佛 但是他不说法 不为众生说法 那么也不自信 所以正法不久住 正法不久住有什么问题 众生不能得利益 没有办法有很多的众生 现在跟未来的众生 不能得利益 所以这个就演发出 所谓大圣的问题 所以显法菩萨的广大行 已经成佛的 他所证的是什么 那么他还没成佛之前 他到底就是怎么修 才成就他这样的 无上菩提 他就是这两个问题啊 那么所以显法菩萨的广大行 广大行 你看释迦摩尼佛 从已经成佛之后 他菩提树下成佛 没多久 就开始主动的 积极的去利益中 一直他要入涅槃之前 都在度众生 都在度众生 那么跟那些阿罗汉 跟过去有一些 已经成就的人 他不这么做 那么到底释迦摩尼佛 为什么 就这样 在往上延伸 已经成佛的 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怎么才是真正成佛 就正无我 无我的生意 所以导师有讲 中论是抉择阿安的生意 无我的生意 所以波罗经其实就是这样 抉择无我的生生意 然后显发菩萨的广大行 所以初起大众叫做 身光管行的菩萨道 其实就在这里 那么这个都是怎么发现的 就是从思维 你就看待问题 原来是这样 所以这里 这里就说明 我们第一个要是这样 佛怎么出现在世间 佛到底说了些什么 那么第一 现在我们说的不是阿含经 现在讲的是波罗经 心经是波罗经的心药 那么波罗经为什么出现在世间 我们说过是因为 部派把佛法的圣生意讲浅了 把菩萨的广大行 局限了 讲窄了 只是为了解脱 他不知道佛 真正的佛 他不单是为自己的解脱 他要为众生的解脱 所以把佛 把佛讲小 把圣生意讲浅了 变成只是讲人物 现在他要把它讲回去 就是回归到佛真正所证的 以及佛真正 但是心经 只重点在佛所证的 波罗经当然要讲佛所行的 所以心经主要在波罗道这一部分而已 心经主要放在波罗道 经药 因为波罗道之后才有方便道 那还没有讲到广大行这一边 还没有 但是这个就是 波罗经才会出现在世间 两点 其实就是回归佛陀的本丸 回归佛陀的本丸 主要一个觉者无我的圣生意 跟显发菩萨的广大行 时间到了 再几分钟 我们还要再问 我们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第一个 我们为什么出现在世间 第二个 我们为什么学佛 第二个 我们现在为什么在敬学院学佛 我们现在为什么要为大家听听 我们要明白什么问题 要解决什么问题 那你又明白了什么问题 解决了什么问题 这个要想的 你不是说师父叫我来 我就来 师父叫你来 你就来 是没错啦 但是你来了之后 你只是因为师父叫你来 你就来吗 你发现了什么问题 你又解决了什么问题 这个你要想 真的 时间到 我们先讲到这里 我常常讲时间到都还没到 这下子真的到了 好 好 大家回向 好 我们将母后行三位训 一位训 一位训 三位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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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谢谢 受科法师 向法师于问训 大家向我于问训 第一口 三位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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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训